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有幾個引人入市的故事要分享 首先 越南表達了對購買韓國K9雷聲 四型榴彈炮的興趣 這可能讓中國感到擔憂 因為這表明越南願意裝備有能力對抗中國的武器 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講述了一隻貓咪在主人懷裡用盡最後一口氣 以及一隻狗狗在主人被火化五天後 仍拒絕離開葬禮場所的故事 最後 我們來看看一首北韓的宣傳流行歌曲 如何在TikTok上爆紅 引起西方機世代用戶的熱烈跳舞 在今日的全球舞台上 各國的軍事 文化 甚至寵物情感故事 都在不斷的交織著 形成了一幅多元且複雜的圖景 從越南對Yana Teal式武器的興趣 到中國社交媒體上動人的寵物故事 再到北韓宣傳歌曲 《在西方年輕人中意外走紅》這些故事 都揭示了當代社會的多面性與深層次的交流 《南華早報》報導了一則引人注目的消息 越南表達了對購買韓國K9 Thunder 自行榴彈炮的興趣 這一動作可能會引起中國的關注 K9 Thunder是一款由韓國還引起中國的關注 開發製造的155毫米52倍口徑自走榴彈炮 自1999年推出以來已成為 韓國防衛工業最大的出口產品之一 佔全球榴彈炮訂單的一半以上 越南尋求購買多達108門K9榴彈炮 以取代其過時的火炮 這是越南多元化其武器來源策略的一部分 目前約80%的武器來自俄羅斯 這一潛在的收購行動 也支持越南持續努力現代化其軍事裝備 在持續的美中對抗中 越南尋求追求平衡策略 儘管在南中國海存在領土爭議 但與中國和越南之間保持相對穩定的關係 與北京和馬尼拉之間的軍事緊張 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則來自南華早報的報導 講述了中國社交媒體上一則感人的寵物故事 一隻貓在主人的毛衣上 用最後一口氣緊緊抓住 這一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開來 自4月9日發布以來已獲得150萬的點贊 在另一個獨立的事件中 一隻殘疾的狗在其主人被火花5天後 仍拒絕離開殯儀館 這些故事展示了寵物與人類之間深厚的情態聯繫 觸動了無數人的心 BBC的一則報導揭示了文化在全球範圍內 如何被重新詮釋和接受 一首北韓的愛國主義流行歌曲 在TikTok上意外走紅 西方的機師大用戶紛紛跳起舞蹈 這首歌歌頌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將它描繪成熱心和友好的形象 這樣的歌曲在北韓定期播放 以宣傳執政的朝鮮勞動黨 這一現象展示了即使是政治宣傳 也能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引起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興趣 從越南的軍事現代化 到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寵物情感故事 再到北韓宣傳歌曲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 這些故事共同描繪了一個多元 複雜且相互交織的世界 它能不僅反映了各國在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動態 也展示了人類情感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全球化交流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了解這些多樣的故事 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當代社會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從北朝鮮的流行音樂 導澳洲葡萄酒在中國市場的復蘇 再到加拿大多倫多稻米銀行 七底被捲入全球毒品戰爭和洗錢醜聞 每個故事都映射出全球化背景下的複雜現實 BBC 南米環球《有報》分別帶來了這些引人入勝的報導 讓我們一探究竟 BBC 報導了一首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歌曲 如何在Tick Chalk上走轟 這首歌曲不僅旋律上樂感十足 而且還被設計得簡單易唱 讓全球的用戶都能輕鬆跟唱 然而這首歌的歌詞卻讚美了一個威脅 要徹底消滅美國的人 並且還發射了多枚彈道導彈 被朝鮮政府利用音樂作為宣傳工具 通過每天早晨播放的歌曲和報紙雜誌上印刷的歌詞 來傳達其意識形態 最新的這首歌曲將金正恩稱為父親 當金正恩稱為父親和偉大 這些稱謂曾專屬於他的祖父金日稱 顯示出金正恩正試圖鞏固其作為 北朝鮮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南華早報》則聚焦於澳洲葡萄酒 在中國市場的復蘇之路 經過三年的缺席 澳洲葡萄酒企業正面臨重返中國市場的挑戰 中國經濟的放緩和市場環境的變化 迫使葡萄酒銷售者重新思考他們的策略 中國投資者現在直接購買澳洲的葡萄園 控制加崩和供應鏈 然後以相對逼連的價格將葡萄酒銷售回中國市場 在2020年之前 中國是澳洲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市場 2019年的總出口價值達到了11億澳元 約合7億美元 《環球郵報》的報導揭露了多倫多道明銀行 七里如何被捲入全球毒品戰爭 協助洗錢數億美元 七里銀行可能面臨高達20億美元的罰款 因為它在2016年至2021年間 涉嫌參與了一個洗錢團伙 該團伙被認為洗錢金額達到6.53億美元 該銀行被指控未能妥善監控、檢測、報告 或響應這些事件 七里銀行首席執行官Bara Masrani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銀行的反洗錢程序未能達到標準 這是不可接受的 這三個故事雖然看似不相干 但都深刻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的傳播、經濟的互聯 以及法律的挑戰如何交織在一起 塑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面貌 從北朝鮮的宣傳歌曲 在全球年輕人中走紅 到澳洲葡萄酒在中國市場的艱難復蘇 再到加拿大銀行在全球毒品戰爭中的角色 每個故事都提醒我們 全球化帶來的不僅僅是機遇 還有挑戰和責任 在當今這個信息高速流通的時代 選舉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 加拿大這個以民主制度著稱的國家 近年來也遭遇了外部勢力干預選舉的挑戰 據《環球郵報》報導 加拿大的司法部長Marie周襲後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 並發布了一份詳細的報告 這份報告揭示了外部勢力干預加拿大政治的各種手段 儘管這些干預行為並未直接影響 2019年和2021年選舉的結果 但它們對加拿大個別公民和社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報告指出外部干預事件可能削弱了一些選民 做出知情選民 做出知情選擇的能力 這不僅關係到選民獲取可靠信息的途徑 還涉及到它們參與充分討論的機會 在強調公平選舉過程的同時 報告提出了對當前選舉機制的擔憂 儘管加拿大的選舉規則和機制按預期運作 但仍有改進的空間 特別是在確保選民能夠在沒有外來干擾的情況下 做出選擇方面 進一步的《環球郵報》《環球郵報》還報導了 關於公開調查外部干預加拿大聯邦選舉的初步報告 這份報告總結了證據 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作出判斷 它確認了情報報告的結論 但對於信息如何流向並在選舉官員之間傳遞 以及對此採取的行動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 報告指出保護加拿大民主計劃的執行效果並不理想 尤其是在向公眾警告虛假信息活動方面 報告還指出那些被虛假信息活動針對的議員 並沒有及時得到警告 在全球範圍內 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透明度也是受到高度關注的問題 騰博社報導了一起發生在2022日的交易錯誤 這起事件由花旗集團的一名交易員意外出發 導致歐洲股市出現混亂 ONX的戈爾摩30指數遭受重瘡 市值蒸發超過3000億美元 這起所謂的閃電崩潭事件 引起了英國和歐洲當局的高度關注 花旗集團表示 他們正在積極配合英國和歐洲當局的調查和詢問 儘管該銀行沒有提供更多關於詢問性質的細節 無論是在政治領域的外部干預 還是在金融市場的交易錯誤 這些事件都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個人和社區面臨的挑戰以及制度漏洞 這些事件不僅對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和市場產生影響 也對全球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因此加強跨國合作 提高透明度和公正性 以及建立更為健全的監管機制 對於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 在國際政治的企談上 各國領導人正忙於調整策略 強化聯盟 以應對寓意複雜的全球局勢 從美國對俄羅斯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擔憂 到中國試圖在美國總統大選前修復與歐洲的關係 再到美國對愛荷華州一項新英里法律的反對 這些事件凸顯了國際政治中的緊張與合作 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官員正在加大對俄羅斯的國際壓力 以阻止其在太空部署一種反衛星核武器 美國據稱已獲得與俄羅斯聲稱該裝置 用於和平科學目的相矛盾的信息 華盛頓對俄羅斯開發太空核武器的擔憂日益加劇 特別是在莫斯科否決了一項 俄羅斯施壓以停止其工作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表示 美國多年來一直知道俄羅斯追求這種裝置 但直到最近才能對其進展做出更精確的評估 在另一個場景中 彭博社報導了美國拜登政府 對愛荷華州一項新法律的威脅性反應 該法律將重返該州的被驅逐出境者定罪 該行政當局聲稱這項法律被聯邦法律所取代 破壞了外交關係 並實際上創建了第二本移民系統 愛荷華州州長金·梅諾茲上個月簽署的這項法律 如果愛荷華州不同意在5月7日之前 放棄執行該法律的計劃 司法部表示將提起訴訟 梅諾茲州長回應稱 由於拜登政府拒絕執行現行法律 這項法律是必要的 與此同時 環球郵報報導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訪問歐洲的消息 這是他5年來首次訪問 旨在在今年晚些時候的美國總統大選前 修復與該大陸的關係 中國與歐洲之間因多項問題而緊張加劇 包括貿易爭端和中國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支持 習近平將訪問法國、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他在這些國家可以期待更多的同情接待 然而他對貝爾格萊德的訪問預計將發出一個信號 及中國反對北約任何擴張的城市 這些事件顯示 無論是在地球還是太空 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和戰略博弈仍在繼續 從美國對俄羅斯的警告 對愛和華州新材律的反對 導中國試圖修復於歐洲的裂痕 每一步都反映了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動態和不確定性 在這個多極世界中 各國領導人正不斷尋求新的策略和聯盟 以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全球影響力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讀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至於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讀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讀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6W一番 湯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讀簡報